你好 欢迎收看7月14号的打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随疫情逐渐趋缓 花联县府防疫记者会也改为一周召开一次 而14号下午 卫生局长朱家翔 除了针对全县疫情走向进行简单说明 也提起民众 首批幼儿莫德纳疫苗将从21号起 开放6个月到5岁的婴幼儿接种 14号花联县新增的新冠确诊个案 有441例 从大数据上看来 疫情正在逐步走向趋缓 民众所需的服务量也跟着大幅下滑 为了增强自我防护力 民众还是得依靠接种疫苗 而卫生局长朱家翔 则提醒民众 在过去应付作用不敢接种的民众 可以在17号下午2点 前往远东百货花联店 接种最新到货的Novavax疫苗 那Novavax这个疫苗 是刚刚从国外进来 它是目前来讲是一个次大白疫苗 它的副作用是最低 效果也相当的不错 所以如果之前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接种疫苗的 或是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相亲 如果你对疫苗本身的副作用 产生不良反应 有疑虑的相亲 请赶快出来打Novavax 除此之外 首批幼儿莫德纳疫苗 也将从21号开始 开放6个月至5岁的婴幼儿接种 很多相亲关心的 这个5岁以下 到6个月小孩子的 这个幼儿的莫德纳疫苗 什么时候开打 那目前呢 我们是从7月21号开始接种 7月21号开始接种 接种的地点呢 是13项目的卫生所 还有跟幼儿新冠疫苗 有跟我们立定合约的 医疗院所做接种 针对暑假期间 华联县办理的多项活动 卫生局长朱家翔也呼吁民众 参加活动必须全程配戴口罩 并且禁止饮食 有发烧生病不舒服的民众 请待在家中 才能确保你我的健康安全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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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